如果你觉得每天工作都是Monday Blue 做工到很不开心 想要改变现在的工作状况的话 那么这个影片你一定要看下去 为什么你工作会不开心 有些人可能会说 因为工作千变一律很闷 或者是同事是租队友很烦 但是老实说 就是你心里也知道 很大的可能是 公司给的薪水不够多 如果薪水够多的话 管他工作在闷 还是环境在不好 想要那个钱 你就会感受到开心 然后继续努力的工作 是不是 那现在问题就在哪里呢 那就是 怎样才可以增加你的薪水 要增加你的薪水 其实很简单 是确保你在工作上的付出 你给出的价值 有达到你想要的薪水的标准 比方说 如果你想要每个月一万块的薪水 你就要先付出 价值一万块的努力 很多人的想法都是 老板给我多少的薪水 我就努力多少 要我更努力啊 就给更多的钱咯 如果你真的希望能够增加 薪水的话 那你就一定要抛弃掉这种想法 你想一想 如果一家公司的员工 每个人都是三千块的薪水 但其中有一个 却付出了价值五千块的努力 如果你是老板的话 你会想要加谁的薪水 肯定是那个付出更多的人 其他人的话 老板就会想说 既然这些人的付出也就只三千块钱 所以我就只需要给这个三千块的薪水 就够了 没有必要再加了 你要有的想法应该是 只要你能付出的更多 老板就会给你更多 而不是老板给你多少 你才付出多少 如果你现在没有办法给出更高的价值的话 你要做的就是 想办法增加自己的能力 不管是看书还是上课 还是和前辈请教都好 想办法增加自己的能力 提升自己的价值 这样你才能够获得更高的薪水 这时你也可能会想 我已经很努力了啊 工作的内容已经超过本本很多 给出的价值也已经是高出薪水很多 但是老板还是没有给到我满意的薪水 这样的话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那就是 向老板证明你的价值 把你的工作记录 你的业绩收集起来让老板看看 你的价值是超过你的薪水很多 你值得更高的薪水 相信这个时候 大老师的老板都会很愿意为你加薪的 想象一下 如果你真的能够证明 你每个月能够帮公司多赚20万 没有你公司就要少赚这个20万了 你觉得老板会不舍得加你薪水吗 你要多少都加给你啊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 和老板证明你的价值而已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可能会出现 那就是向老板证明的价值 老板还是死不认账 即使你已经是公司里的杰出人才 老板还是不加你薪水 那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找一份新工作 还你个公司 此处不留人 自有留人处 只要你是一个人才 有办法为公司提供很多的价值的话 那么你一定能够找到 赏识你认可你能力的公司 如果你觉得现在的工作不开心 付出了很多都得不到相应的回报 已经成为公司里的杰出人才 老板还是不加你薪水的话 那我想和你说 对 这个就是一个招聘的广告 我们现在正在请人 过来我这里我需要人才 我请你 你只需要点击上面或下面的链接 提交你的Resume和Cover Letter 向我们证明你是一个不可多得 有能力有价值的人才 我们绝对可以给出你想要的回报 更好的工作待遇 是要靠你自己主动去争取的 提交你的入资申请 我们等你